太疼死了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我們都好像潛了水很久了 我們今天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是電單車駕駛安全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說這件事呢 是因為很多人駕駛電單車的原因 其實多數都是因為方便 會自由自在 覺得有型和可以享受到速度感 當然我們也不例外 尤其是對於一些剛剛學車 剛剛出車和想學車的人來說 他們肯定會覺得 駕駛技術固然很重要 同時我們也很希望各位 在有一定的駕駛技術 不能碰到的車的時候 都留意駕駛電單車的安全 當中包括我們的安全意識 和安全裝備 單靠我們這些小鼠仔說 其實真的沒有太多水道力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 去找了一位電單車的老手 去指教指教 到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 日常電單車安全裝備 有什麼選擇 還有見識多些 令到我們將來有什麼不時之需 都可以購買不同的安全裝備 還有聽前輩說 究竟如何才能成為一個 可以安全回到家的車手 事不宜遲 我們就一起去上課 我們主要是搞駕駛安全 那賣的東西是我們的褲型 就是我們主要主要是駕駛駛駛駛 這次我們主要是上來 試一件騎士專用的氣囊衣 還有學習一些關於電單車安全裝備的認證 說多無謂我們就直接試一下它 所以我們就來搞亂一下人家的showroom 那你穿什麼呢? 那你穿吐他吐你嗎? 那你穿吐他吐你嗎? 那你穿吐你嗎? 那你穿吐你嗎? 那你穿吐你 那我先試一下 那我身上的這件是安全氣囊保護衣 其實它是有分電子式的氣囊衣 和機械拉繩式的氣囊衣 那電子式氣囊衣呢 換言之就是它氣囊衣裡 有一些電子的mechanism 可以偵測到你的車子 什麼時候失控或者有意外 那它就會噗吹起了 而這件氣囊衣呢 會在平時Moto GP等等的大賽 車手會選用的 那我身上這一件呢 就是機械式拉繩的氣囊衣 換言之就是不是靠電子去操控 而是有條繩綁到你的車子 那如果你一拉走條繩 那件氣囊衣就會自動漲起了 當人車分離 拉開了條繩之後 就會引爆了CO2管 在我們跌落地的時候 就會有件氣囊衣 保護著我們的身體重要部份 嗯 在我們跌落地的時候 它會有件事 所以有的 你只能穿著自己都很正 嘩嘩 我覺得我不會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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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去到別的地方衝 不夠大力 要不要讓藍絲絲 我知道了 準備到位置 2 OK 現在後面偶爾呢 什麼感覺 好冷 好冷 準備了 痛不痛 氣囊背心是可以重用的 但是CO2就只可以用一次 所以我們剛剛買完之後就要換氣了 不過它的換氣過程也不算很複雜 而那支氣呢 其實是無限期的 所以一支氣不爛 都會有CO2在裡面 我們除了看背心款之外 我們還有看了它的蜂褲款 蜂褲款 蜂褲款會有護甲在裡面 再加上一些衣物物料 所以蜂褲款的衣服就會重新很多 現在要換5夾 這個就是ALTEM標準 0.2秒之內要完成 整個動作 維持5秒以上 即是衝氣之後 為何要維持5秒 飛出去 5秒已經很遠 如果我跑車 我拖著車子 我不是人車分離 如果不是人車分離 你就磨 你就磨 對嗎 很多場景 如果人車很難不分離 分離也不一樣 因為我們一會說 如何調教 就做得更好 如果車子黏在一起 就沒辦法說 因為人體的磨擦係數 跟車的磨擦係數不一樣 一定是分開線的 除非閘著你 我不敢說 一掛人子一掛 但你看到很多GP在比賽 都是很少不分開的 譬如我在洪旋處 我有一塊油 我滑一滑 真的很低速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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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那一下 就幫你不要 因為你是弄光 你不是HIGHSIGHT拋出去 那你拋光 你都不會很低 你不要很痛 你不要傷 但你會幫到什麼 如果你有觸動 你會拋光 你會滾 鮮白 石光 啪 這一下幫到你 或者有 燈柱 馬去樓燈柱 對 幫你 即是要撞到牙脈 或者撞到車子 其他車子 你撞到牙脈 不會撞到你 撞到你 你撞不到你 那你幫過你 是吧 即是要撞到你 要撞到你 那你會說 那你會說 真的很慢 低速都會輸 然後我們要撞到你 然後我們要有特殊的 就是後宮 很多這些 都要撞到你 其他東西 就是我們要撞到你 就是有三小的滑爭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落地的時候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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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你 你撞開你 撞開你便會撞到你 你會斷你的手 你撞到你 你撞到你 撞到你 你撞到你 你撞到你 你撞到你手掌 手套很重要 難帶就是難脫 難帶就是難脫 然後鎖一鎖緊 真的要用 一撞到你撞到你 撞到你撞到你 撞到你撞到你 但是頭盔不把頭盔打 這樣用 所以安全的細節就是這些位 就是這些位 就是這三大滑爭 安全的知識 你的駕駛 安全裝備 這個比例 三大滑爭的比例 不是均等的 最重要是安全的知識 沒有駕駛 沒有這件事的話 你穿到脫駕龜也沒有用 你手車的駕駛也沒有用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是一個教練 他最追車追擊 或者難得 駕駛 駕駛 很多時候 我不是要你入彎多快 而是說你入彎的時候 你還有多少安全餘量在這裏 什麼安全餘量 就是說你在彎中心 突然間有牛 還有狗 還有一堆沙 你停不停 你能否改變到這個方向 你能不能在彎中間撞車 如果你是說我100% 有什麼時候我就掛了 OK 70%入彎 我50%入彎 我是不是20%還在這裏 還有我的技術好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 看一個線線怎樣控制 我的彎中煞車怎樣控制 我知道怎樣 用車的後煞車 用車的前駕駛 我加上技術 加上我有一定的餘量 有一個安全餘在這裏 有什麼事我就可以有得走盞 你不可以分駕駛 磨了 磨了 有一點點東西你就碰 搞定了 其實很多意外是在家門口 家門口炒的 以為自己家門口兩個街坊 沒有事 怎麼會沒事 好像有事 都落地落地 但我們在安全角度 不管哪裏都有用 你不能說大利山就多些 你在彎中度磨少些 沒有意思 沒有的 沒有的 哪裏都有可能出事 哪裏磨的話都是會痛的 沒有的 你在雷春度搭低 大身搭低 觸到一樣的話 磨薑原來是一樣的 賽道和街道很不同 賽道很闊 有排到上面 走過去 那個欄杆 還有車輪 還有防禦 街道沒有 但是沒有山的 稍微給電車 當作兩條街坊 都是7米 一車有鎖的 現在是炒的 變得更快 皮衣沒有什麼用 皮衣是內門 沒有時間給你們說 安全裝備在便單車上特別重要 皮車都有 鎖的 因為是便單車 你們經常鎖 皮包都可以 我特別強調 安全裝備 是一個損失管轄 損失管轄 為什麼 當你用到安全裝備的時候 等於是便炒 便可以 便會掉在地上 對嗎 我是一個 第一位一個路人家 駕駛了很多連車 第三個有很多排 我由電單車排 到貨櫃排 還有賽車排 我們都是賽車教練 香港的賽車教練 我們都駕駛了很多連車 幾年 我可以負責這樣說 我這麼多車中 最難駕駛的 最難駕駛得好的 就是簡單車 最容易駕駛的就是賽車 為什麼呢 因為賽車整個車都是 涼身定做的 座椅都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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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椅都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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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知道周圍有很多人保護著我們 有什麼事可以出來救我們 完全不放心 電單車就不電單車 其實煞車也有兩個 前後 絕大部分都比前煞車還不好 你看到很多人炒車都是因為煞車的問題 為什麼看MotoGP看到車手又搬 你不搬你不能搬 開車就沒有了 那邊坐在那邊玩遊戲 為什麼 因為重量比我覺得更配 145公斤的 1比2 人的重量和車有重量 1比2 所以你所有的動作都是放大 所以現在說的是攬開 這輛車 你駕慢一點 就真的安全 再慢一點就停下來 它不會電 你駕快和慢的話 超快 超慢 超慢 它不肯定 200公斤你很害怕的 你知不知道它不肯定 因為簡單說就是問題 它只有兩腳 你速度一超低於20公里以下的速度 你就會心裡發磨 10公里以下你已經兩腳伸出去被降落 就像飛機降落地一樣分一分 但你看看外國 日本警察的那些練習 不下腳 教他們 沒有慢速度都不下 它不需要下腳 你幾支控制也好 誘援控制也好 不需要下腳 那你不下腳 你就定了一個人 你定了就可以觀察到這種情況 剛才說的CPU就是一個 那你的focus放在哪裏 這個Focus claim 打那個 你就亂用 你就說不會呀 所有東西都是reflex action 我全部都是本能反應 很熟的話 我打指揮燈 不需要看 我打什麼燈 不需要看 按按按的我想知道在哪裏 那我的眼睛就可以視看最多的東西 我的處理優先次序 我不用看一看 照應周圍的東西我就知道 你知道周圍的東西 你可以預防、預判、準備 公路是沒有容錯率 容許你犯錯的設計 賽道友 好嗎?SIR 30米還沒買到 這麼多人在看著你 集計車、救護車在這裡 醫療中心 一公里之外 控制中心 紅旗停下來去救你 五分鐘、三分鐘到醫療中心 有醫生在這裡 全部都在準備 你慢慢嘴咀 你這樣聽就好像明白 好像不明白 成家受不到 難的 難的 起碼你有個心 或者你有個概念 然後自己回去燒爆 燒爆我說些話 我們兩個那晚 都跟Kevin 聊了大概三個小時 其實我們首先 很感謝Calvin 給這個機會 我們去認識 安全氣囊保護衣的運作 的確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平常所認識的 電單車安全裝備 都是護塞、護腕、護甲等等 但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些 類似私家車 Airbag 給電單車的人士使用 因此我們都特意拍了一段影片 給大家介紹一下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 這個電單車氣囊衣的出現 如果大家有需要 覺得自己是 需要穿這些保護裝備的時候 都可以選擇這一種氣囊衣 但都先說定 因為其實Calvin和我們 都不是想去銷售 他們現在代理的這件氣囊衣 純粹是真的想讓大家 了解得到 這個電單車安全裝備的重要性 只要是一件有認證的安全裝備 就是一件好的安全裝備 不一定要買特別的品牌才好 但公道一點說句 其實電單車安全裝備 一向都不是很便宜 可以算是一種取捨 如果你想有更多保護 就真的要付出更多的錢 去入手這些器材 第二件事 就是Calvin也提及了很多 關於電單車安全意識的問題 即是影片的後半段 可能駕駛得內車 或者我心中要研究我的車技的時候 有時真的會忽略了一些安全意識的問題 例如他所說 不僅是一些特別的場合才會發生意外 可能在你家樓下 你平時最熟的那條路 都有機會發生意外 這個的確是事實 而我們自己兩個 平時都不會突然間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都很感謝Calvin提醒我們 即是它去開電單車如何才會安全 我們兩人經常提倡 叫別人安全的回家 才是世界冠軍 我們都很想帶這個訊息 給大家 即是由一些前輩 去分享這種訊息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得到 駕駛是很有型 可以自由自在的感覺 但同時在你們追求自由自在或方便的感覺之餘 都好好保護自己 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一個每天都回到家的好車手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了解Calvin的氣囊衣 或者跟他了解更多關於電單車安全意識的東西 也可以去Facebook 聯絡他 下面我會放連結在這裡 最後是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多點讚、留言及訂閱 是這樣的 拜拜